欣赏动漫魅力,摇拨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在自然界之中,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是对立的 可是,在动物世界之中,它们能够成为朋友吗?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食肉动物为了在动物界生存 竟然只喝牛奶的动物短片 在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共存的世界里面 食肉动物是禁止吃肉的 它们只能吃一些高蛋白食物 它们共同生存,共同学习 这一天在名门沟中,切里顿学院里面 发生了学生羊驼,皮姆被杀害吃掉的食杀事件 犯人逃走之后,让整个学校陷入了不安 而戏剧社的怪人,大灰狼,雷格西也遭到了怀疑 于是整个戏剧社都开始议论纷纷 甚至分成了两派 艾露斯也感觉到了,雷格西对于自己的异样 晚上,雷格西就出现在了艾露斯的身后 原来他是帮提姆送情书的 他一直都很喜欢艾露斯 可惜信还没有送到 自己就先挂了 艾露斯这才知道自己一直都错怪雷格西了 于是诚恳地向他道歉 不过雷格西一直都在遭受冷淡,也就不在乎这一次了 早上雷格西过来祭奠提姆的时候,遇到了戏剧社的组长路易 长相帅气的路易,在学校有一大众的粉丝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却很是高傲 他把雷格西带到了戏剧社 把提姆的戏份给了索伊 并且把凯贴出了戏剧社 但是凯明显不服,路易的做法 就在他想打路易的时候 雷格西却替他挨了一拳 有食肉动物的保护,他只能兴兴地离开 就在雷格西离开的时候 路易却抓住了他的尾巴 让他帮自己站岗风哨 自己则给左翼排练 雷格西犹豫了一会儿 于是路易就说送他一条腿当作报酬 这句话怎么让我感觉路易才是食肉动物呀 这边小兔子春正在遭受着同学的欺辱 然而这也并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春并不在乎这些 可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 原来太漂亮的外表 激起了雄性动物的保护欲望 因此遭受到了女生们的攻击 不过春也会和他们打嘴仗 挽回自己的尊严 晚上雷格西就按照约定帮路易放烧的时候 竟然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这一下子就激起了他心中对肉类的渴望 原来是春上完厕所准备回去了呢 而他也感觉到了危险开始逃跑 可是他的小脚丫子怎么可能会快过狼吗 就这样他被雷格西给抓住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但是雷格西的人生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与之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支持哦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